陆冰冰 你怎么拿到这些东西的 这些五星级的酒店 怎么可能泄露这种私密的信息啊 他说是从私人渠道 什么样的私人渠道可以取得这些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 这几个视频 都是两个月之前录的 这就说明 他早就拿到了 而且 他早就开始查 他成开一个雷琪呆 但是他拿到实锤之后又一直舞传 一直到现在才交给我们 真是用心良苦啊 他能怎么用这些视频的想好 他怎么说的 他说先交给一些合适的网络媒体 吸引一些传统的媒体干净 等了有关注度以后呢 再抛出前一阵子盛装查证的事情 带出雷琪呆不管在哪里做事前组监 都会在那家公司投广告给盛装 说得好像是拿回扣这样 把整个事情定性为 参开一阴雷琪呆有着不正当的性关系 性贿赂 他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都会身败名裂 性贿赂 这不仅仅是宠闻啊 那就不仅仅是宠闻啊 这是犯罪 这个鲁冰冰 为了尚未当副主任 可真的是 但这个东西送得很及时啊 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爆出来 那不管陈开仪跟安东妮说过什么 都没用了 他完了 没有人救得了他 第一步 现场合适的网络媒体 就是 上次那个 严凯跟那个实习生的那个 不行 那是个论坛 得叫有公信力的 你认识多少个 是上次媒体大好 不管是微博的 或者是公众号的都可以 或者是 我们可以找狗仔 专门爆料明星丑闻的狗仔 就是那个花点钱 花钱不要钱 重点是 不能把我们跟这件事情牵扯在一起 对 那小中间人 死了 亭丰 找 找谁呢 公司的人不合适 亭丰 怎么样 你有什么建议 你不觉得我们这人做很卑鄙吗 卑鄙 是 如果我们相信有地狱的 这个电信号 就是把陈开一和我们一起送进地狱的 是 没有这样的先例啊 我不在乎什么先例不先例 我要看到方法 我只要结果 您现在是要我无缘无故地 开调陈开怡啊 我是总出版人 我开调一个副主编怎么了 他只是个副主编吗 他在业内的分量 您应该很清楚吧 我不在乎他什么分量不分量的 我也不要你的疑问 我要你提出办法 他之前不是账目上有问题吗 跟那个 不是 你之前说的那个人是 雷启泰 对 雷启泰 账目的事情 杜霞已经给过结论了 这所有的票据 都是齐全合理合法的 记忆中间有什么回扣啊 或者什么灰色交易 那都是那个什么 咨询公司的事情 跟咱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那家咨询公司 凭什么他们的报价 比市场价都要高呢 还有 最后在合同上面 拍板签字的人是谁 乔治 从头到尾所有的合同 陈开怡没有签过一个字 我太好了 连死人都在帮他 向总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呢 我没有发脾气 我现在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 开除掉陈开怡 这样子 秦铭 你现在召集人里 自缘部的同事 二十分钟之内开会 给我一个 能够对外说得过去的理由 只要能够说得过去 我要开除掉陈开怡 我做不懂 我做不到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整个一代人 我不可能因为你一时的念头 赌上我的职业信誉 请您谅解 你不开掉他 我开掉你 向总 你是疯了吗 你在忍着干吗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这就算是生死全王 我们也不能乱来啊 如果我们不开掉陈开怡 陈开怡会开掉我们 他凭什么 就凭他跟安东尼 上了同一架飞机 你 你上一次跟安东尼 一起出行是什么时候 不要说你了 就连我 待在安东尼身边这么多年 我可以告诉你 一次也没有 他很少离开巴黎 更别说 飞十几个小时 来到中国了 那 那要能说明什么 这说明陈开 一定用一样东西 挡挡的心了 让他愿意离开巴黎 让他愿意飞食几个小时 而据我所持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样东西 能够打动安东尼的 就是钱 就算是他打动了安东尼 这说明安东尼 已经站在他等了一遍 你现在开除他有意义吗 但是我不相信他能够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真的掌控安东尼 所以我需要争取时间 我需要人力支援部 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要开除他 除非先斩后奏 然后我才有时间 才有机会 去跟董事会去斡旋 那就是 我真的随后分 说了 什么事 美和良心的事 只要我们把这个东西 爆出来 那不管陈开宜 跟安东尼说过什么 都没用啊 他完了 我觉得 好像在战场上 有人在你背后开了一下 我不觉得我们这样 你专座很卑鄙吗 这个电梯 就是把陈开一 和我们一起送进地狱的 那理由我怎么办呢 我已经没有回重路了 我只能往前走 他肯定招了我 好了好了 快快快 别开了 别开了 你们盛庄的情况是什么 风雨飘摇 我今天来 其实是给你一个提供 我想请你做我的副主编 谢谢 我会留下来 我会跟你开战 开宜 鲁冰冰手上 一定有什么大牌 这根本不是要抢主编的位子啊 他是要让陈开宜死 现在这个事情 还确实挺棘手的 我看到了 把他下班都堵在这里 你能不能为难我吗 我们被包围了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直接下的地困 公司肯定有内鬼 这会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主编 我们赢了